全民禽獸 愛撩妹搞笑形象 生殖人心 遇見我之後 我會讓你 舒服喔 在演藝圈有 最有錢又最有閒的 有笑話網址之稱 脾氣好刷 最後一名 有錢是一個假放題 我有一次生病 然後我身體痠痛 痠到 我真的連起來 倒一杯水的力氣都沒有 我那次真的是 就真的躺在床上流淚 就覺得說天啊 身邊連一個人都沒有 連倒水都沒辦法 今天是要幫你送錢嗎 太好了 不怕四個都來 好不好 你看他的閃爪多厲害 可以讓你送一四人喔 肉是烤肉 非常有名 跟我在一起 就是肉 吃到飽 哇 阿皓成亞洲撩妹王 全民禽獸 愛撩妹搞笑形象 生殖人心 他最大的興趣就是 帶妹去花蓮 最大的敵人就是有颱風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帶妹去花蓮 三到一七三 他的一句話就會讓你 使命必達 遇見我之後 你的生肖會數老虎 為什麼 我會讓你數虎喔 數虎喔 仲哥 仲晨宇 哇塞 身高一踢五 射手說 體氣好是要最大的敵人 流淺是一隻假方體 他為什麼要做復健 這是最流行的 跟劉教練一起本草綱目 我問可莉姐 為什麼十拿九紋呢 因為 欸 你那個想插我 我都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是你插他一個蚊 喔 欸啦 應該是我插 喔 你插誰啊 插誰啊 插在的過 插在的過 這是衛生紙對不對 對 他可以變出很多動物 怎麼可能 不想定對不對 獅子 獅子 還有蚊子 蚊子喔 哇塞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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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 鴨子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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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喂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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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的 兔子 哇 這個我真的是沒想到 你會指定這個 先吃 喂 兔子 最後只好再送他一朵花啦 好不好 空手出花你沒看過了吧 葉子葉子花 我曾經寫過一首歌 就因為這首歌 就拔到那個女生了 唉唷 幫我現場來唱一下這首歌好不好 你總是要我給你承諾 但要每次都不同 愛你 像你說的太多 只想把你擁抱在我懷中 好聽喔 好聽喔 我知道杰倫在之前 在把妹的時候 他可能會 請女孩子彈兩個音 他就可以用 女孩子彈那兩個音 女孩子都會說 我不會彈 我不會彈 沒關係你給我兩個音就好 杰倫就會用那兩個音 創作一首曲子出來 我只想問周杰倫 為什麼我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他也變魔術 你也變魔術 我彈這個作曲 你也跟著作曲 隨便彈兩個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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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可以再給我請 哈哈哈哈哈哈 阿姐晚睡 每晚十點 我都要打開電視準是收看 因為 有可理解 是我 夢中 的情人 哇 你會感動耶 謝謝謝謝 你知道你上次那一集播出之後 超多人看耶 真的喔 你知道智希 我後來就真的帶了她 跟她的爸爸媽媽一家人 去花蓮 我們就去花蓮玩 我玩得好開心喔 但這過程中我一直覺得 有我的影子 去哪裡有什麼張立東 我有時候是要幫張立東 還那個債你知道嗎 智希 智希有來喔 他今天是為了你來的 真的喔 那我講一些我的超扣分行為 比如說 煮動物撥蝦 我們甚至不是撥蝦 我們連 撥蟹蟹 撥蟹 大雜蟹是整個 可以完整煮起來 那隻螃蟹會自動回去 而且我們都去後裏吃螃蟹 為什麼 後裏吃螃蟹 我有交過一任女朋友 她非常喜歡蔡依林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是幫她搶票 然後我就說 我這邊還有比蔡依林 這個更厲害的禮物 你要不要看一下 在我手機裡面 她說不用啊 我剛剛都已經看完 現場演唱會了 她有什麼 然後我就直接 播我的手機 結果是 蔡依林 祝她生日快樂 有念她的名字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 在她生日兩三個月前 知道這個演唱會 我就開始 想辦法找 找任何有關係的人 這樣簽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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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 簽到最後 簽到認識她的經紀人 然後幫她錄這一段 祝她生日快樂 她看到馬上眼淚這樣 就流淚了 這個會中 老公 在外面跟小三炒飯 炒完飯回到家 老婆立刻找她炒飯 老公會說 一個四個字個成語 會說什麼 老公會說 以我的年紀 我覺得這種 功能性是很重要的 當然 功能性 不管是視覺 還是味覺 還是說好睡 現在這個年一會 很怕睡 很怕睡 所以 我會選 無陽 我以為你要講阿虎 她說15年 我其實跟三個女生分手的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媽媽不接受我的 是喔 一個是覺得我你已經太小了 她自己就媽媽啦 一個是覺得我 她現在代表媽媽接受了 她代表媽媽接受你 她OK 而且她媽媽也接受了 太好了 什麼煩惱都沒有啦 對 我之前曾經做過一件浪漫的事情 你 對誰做得很重要 對誰做得很重要 你媽媽來喔 曾智希妳可不可以先出去 有時候我才不會講給她聽過 那時候我當入這一行 對 收入也不好 那時候跟那時候的女朋友去香港玩 然後在她生日前戲 逛街的時候看到一支錶 她很喜歡 但那個錶 那時候因為我沒有現金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有信用卡 對 沒錢 對 沒錢嘛 結果我回來台灣就裝櫃去看 台灣是沒有代理錶進來 那錶只有在香港的那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她生日快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乾脆貨出去 我就買了 當天來回的香港機票 然後在她生日的前一天 我就先跟她吵架 哇 先演這一齣 厲害耶你 然後我就早上就飛出去 一個浪漫的一個晚餐 天啊 智希都沒有 哇 妳買幾號的 她回去真的會跟我們要 因為她喜歡那支錶 她在香港的時候還在考慮 你可以不要特寫曾智希的 喔 倒播 生氣啦 生氣 這只是過去的事情 一表人才啊 一表人才 再聊錶的故事啦 對啊 對啊